失業金詐騙案10人被捕 涉及超過400萬元 聯邦司法部週四在加州、紐約州和達拉華州等地 拘捕10名男子 他們被控詐騙超過400萬的失業金 CBS電視台報導 他們指連同在圖的第11名被告 盜用超過800人身份 在紐約虛假申請失業福利 紐約市布魯克林區聯邦司法部辦事處表示 當聯邦政府在2020年3月因新冠疫情 宣布擴大失業福利後 這個詐騙集團向紐約勞工部提交近1,000個申請 根據起訴書 這些被告盜用他人的身份 用自己或同伴的地址 收取寄給被盜用者身份的扣帳卡 然後提取現金 被告中有8人在紐約被捕 另外兩人分別在加州和達拉華州被捕 由於州政府處理失業的機構 在疫情期間要處理非常大量的申請 導致失業金詐騙成為全國的問題 騙子從銀網中購買他人的身份資料 然後用來提交虛假申請 聯邦勞工部指出 全國範圍內已發放的全移失業金 可能高達870億元 而好大一部分屬於詐騙 美聯社在2021年3月的評估發現 加州的失業詐騙金額 可能高達110億元 而阿拉斯加唐淮河明州 亦各有數十萬元的失業金落入騙子手中 天下維視記者 編輯報導